这是事发时目击市民用手机拍摄的画面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训练场内的众人正在合力抬车 试图帮助被压在车底的人脱身 随后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将伤员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上午11点 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 公安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勘察 驾校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 所有教练车都停放在原地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商员苏先生 他介绍说 上午的这场车祸 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学员操作失误所引起的 苏先生表示 事发时驾校的教练并没有坐在车内 肇事车辆当时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苏先生是三名商员中受伤最轻的一位 另外两名女学员则伤得很重 于是呢 参与了我们新闻开头的那一幕 众人合力抬起肇事车辆 试图救出被困在车底的女学员 随后记者来到了收治两名女学员的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在创伤科病房里 记者见到了其中的一位商员李女士 她的病情较为稳定 而另一位商员甘女士 情况则不容乐观 她正在重症监护室 等待接受手术 家校副得人静先生表示 家校方面将停业整顿 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对此次事故的调查 对于商员后续的治疗和相关的赔偿 他们也将承担责任 目前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和后续的处理 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